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发现它的视力低于1.0 那我们就需要进行眼部的详细的检查 比如看一下眼压是否有身高的现象 看一下眼部有没有其他的病变 如果没有其他的病变 我们要建议儿童的家长 就是说带小孩要去我们这个时光专科 由专业的医生进行指导下 就是进行一个散通验光 那么看他是否有这个近视的倾向 如果在生活中 家长发现小孩看远处 比如说有眯眼 皱眉的现象 那么或者小孩经常抱怨说 写作业或者是上课的时候 经常有眼痛 眼障 失疲劳 或者事物不清的症状 我们就要考虑他可能会患用近视 要及时带他去医院眼科 或者有资质的医疗机构 进行检查和散通验光 我们来点明视频吧 我们来点明视频 或者两个小孩经常遵復 民故事内 在 anesthetic上 客业的态的 これで本身上 并把他胸避过 在鸡长的医院 身上 感谢观看